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这个N与阿联频道 今天真是很悲痛 继刚才做了林昭榮逝世的节目之后 没多久又传来了周海薇逝世的消息 虽然有人澄清了,这是谣言,不是真实 但刚刚又收到一个消息 就是在网上周海薇的工作室 发布了一个库文 库文是这样说的 我们沉痛地告知大家 海薇姐因病医治无效 于2023年12月11日离开了我们 愿天堂没有疾病 愿来生我们再相惜 周海薇工作室 2023年12月12日 亲爱的海薇 希望你到了另一个世界 会继续快乐 家人以理为药 家人以理为药 母亲率全家日 2023年12月12日 我们看到周海薇工作室 发布这个库文 相信周海薇的世世 应该都不会是谣传的了 应该是可以信的了 我们在网上搜集了一些周海薇的生平和履历 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周海薇的一生 周海薇 生于1966年12月6日 出于2023年12月11日 香港女演员及主持 满族人 瓜尔佳士双白旗 满族 明 马尔塔塔 于1985年 香港小姐竞选 选美后落选 并且受到TVB的发挖而出道 曾经在TVB80至90年代 是当一线的当红花旦 其后定居于北京 并且在中国大陆发展 拥有自己的工作室 以下是周海薇一些早年的经历 周海薇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小时候在尼岛区长大 后来成长于石离邨和友爱邨 曾经就读在丽责谭兆康纪念学校 和毕业于屯门顺德联谭伯与中学 周海薇的祖先是满洲族的双白旗满族人 在并且在广州要是做到五们 在广州也在广州上 统管清朝的广东省级事务 小时候他去广东周家村祖家 全村还是姓周的人 全部是满族人居住的 因为周海薇是满洲的贵族 所以他的父亲从小到大 都对他管教沉掩 不管是读书还是生活 怡态都保留着满族规则 他和知名的演员关芝林和关保卫 都是属于满清八大盛事之一的瓜尔佳后裔 至于周海薇是怎样入行的呢 在1985年周海薇参选了 这个无线电视的香港小姐竞选 而开始演艺事业 虽然他未能进身决赛 但经过无线电视邀请和视镜之后 他进入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的第一期 艺员议员进修班 随后成为无线电视台合约成 旗下的艺员 一出道就参演了同年的台庆剧 《杨家将》 在八十年代中后期 周海薇参与了多出剧集的演出 而当中较为人熟悉的 包括有流氓大亨和生命之旅等等 直到演出《易不容情》 就更是红极一时 迅速成为无线电视当红的花旦 在九十年代初 继续主演了不少大制作 包括《笑傲》《在明天》 《今生无悔》 和《路剑》《笑狂沙》等 在1994年周海薇 憑着在台湾电视公司的电视剧集 《倚天屠龙记》之中的周梓若一角 就打开了在台湾和内地的知名度 令到她的事业更上高峰 这个角色也成为了她的演艺生涯中 最有代表性的角色之一 在这个剧之中 周海薇所饰演的周梓若 无论是外在容貌和装扮 面部的表情和眼神 歌声和行为举止 内心的感情戏 都远如周梓若活生生地 在书里走出来 赫金依然是其他人无法超越的演艺成就 而由于周海薇完美的演出 诠释了前后个性差异极大 而心理状态十分复杂的这个角色 是被公认为极难表演的周梓若的一个角色 行藉着这个剧 便奠定了周海薇在华人演艺圈中 不可动摇的演艺地位 周海薇本人也在这个剧播出之后 获得金庸所赠 在金庸亲符签名的《倚天屠龙记》小说的一书里 在1995年周海薇参演了由《倚天屠龙记》 《原班人马》制作和出演的台剧《今生今世》 和无线电视的《情龙大地》 周海薇曾经表示 在演艺生涯之中 其中一个最喜欢的角色 就是《情龙大地》的刘亚彩 因为这个角色 需要他由18岁演到80岁 具有发挥的空间 而且他也很喜欢这个剧本 同年周海薇就开始了《进军乐坛》 在1995年 发表了首张《国语》专辑《日出爱情》 在1996年 开始周海薇曾经去过日本发展 曾经拍摄《大尺导内衣写真》 在1997年 就和永赖正敏 拍摄《尘峰手提电话》系列的广告 而受到注目 获得多间日本媒体 包括日刊体育 在1997年 在1997年 周海薇就在这个大闹《港昌龙》一剧之中 飾演女主角小芙蓉 人气就再度急升 而且更加凭着这个剧 成为了万千声辉颁奖礼 1997年的最佳女主角大热之一 而且这部剧是进生到最后七强的 该剧更加成为了1997年 无线剧集《修士宦军》 为当年黑马之一 同年周海薇也推出了第二张《国语》专辑《迷戀你》 后来在1998年周海薇就拍完《天地豪情》之后 就约满无线 同年就加盟了《亚洲电视》 就主演了《中横四海》 《影城大亨》和《中横天下》等等这些剧集 其中《中横四海》就更加打破惯性收视 令到《亚洲电视本港台》 在这个黄金时段的收视率 逼近至到无线电视翡翠台 到2002年尾 约满之后就离开了《亚洲电视》 其后就重心转向了内地发展 在2008年周海薇以外援的身份 就回巢无线电视 拍摄了《向世界出发》的第三集 并且首次远赴非洲摩洛哥 踏足薩克拉沙漠 同年也拍摄了《鹤警追击》 和《蔡岳与小凤仙》两部剧 再度活跃在无线电视的《螢光幕》上 在2012年 再度以外援身份回巢无线电视拍摄剧集 《神枪追击》 在这套剧里面 它飾演悲惨的人物黄若玲一角 再度担任第一女主角 并且凭着这一个角色和这套剧 获得提名《万千声辉颁养电历》 《2023》中的最佳女主角竞选 更鲜有地出席颁养历 2014年再次约满TVB 并且结束和无线电视六年的宾主关系 至于近年的发展又怎样呢? 在2014年12月 周凯梅所参演的《无微量传奇》 在中国各大 《卫视》隆重播出 她是剧中饰演的杨淑菲一角 备受好评 人气再度攀升 她的演技亦都被大陆的观众接受 演技无疑被受好评 这套剧 她是剧中的角色 因为展现了事业线 而令到不少网民 关注和哗言 网民纷纷说道 昔日的女神仍然保养得道 保养有道 被传媒封为《洞灵女神》 在2015年成立周凯梅工作室 并表示未来依然主要以内地市场为主 回到无线电视拍剧的机会是不大了 并且将会以幕后制作为主 但仍然对演戏感到兴趣 和会继续参与幕前的演出 去到2017年11月 无线电视的清谈节目最佳拍档 就请投当年大闹《港昌龙》里面 可歌可语的人鬼戀主角林家栋和周凯梅 作出分享 当中周凯梅分享了很多个撞鬼的经历 去到2018年10月 周凯梅就受邀参加台湾第53届电视金钟奖颁奖礼 和张谦睿搭档担任颁奖嘉宾 去到2019年周凯梅在新版《以天屠龙记》里面 今次是饰演《灭绝师太》 而且还被选评为最美丽的灭绝师太 由于20年前 他在1994年版的同名电视剧中 曾经饰演周子药 如今却迎身一变 变成演周子药的师傅《灭绝师太》 因此就为网民所遵遵乐道 他曾经透露 起初曾三度推演这一个灭绝师太 但最后都是被剧组游说了的诚意打动了他 便答应了演出 此外周凯梅也经常在节目之中演唱他所参与演出的 第1994年马景图版《以天屠龙记》片尾曲 《爱江山更爱美人》 同年即是2019年 由于这个《香蜜沉沉尽如霜》里面 他飾演了反派的《淘月图》 即是天后这个角色 就被部分的人因为入气太深 那些内地的网民就在微博攻击他 因此他宣布不再更新微博了 目前主要是在其他社交平台 例如今天头条分享近况 去到2023年12月11日 周凯梅被传出去世 相关的讯息最初都未获得证实 同日又有传闻说他因为血小板过低而不省人事 并指工作人员随即将他送往医院 经抢救后已脱离危险期 但就有关消息 周凯梅工作室的工作人员 都未有直接回应 直至到第二天 周凯梅工作室才发出声明 证实周凯梅因病医治无效 于2023年12月11日病逝 中年57岁 今天和大家报道周凯梅病逝的消息 就报道到这里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你留言点赞分享 也都希望你订阅我们这个 阿安与阿林的频道 好 我们拜拜